美同仁 今天我們討論工廠管理輔導法 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 這些歷史留下來的農地維建工廠 我們究竟應該要如何處理 我們從民國90年臨時工廠登記實施以來 到現在已經整整29年 已經納管了7400多家這個業者 但是這麼多年來這7400多家 依然找不到適宜的工業用地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經濟部具體的方案到底是在哪裡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繼續對這些農業用地的工廠 讓它再延25年 難道這就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根據統計 現在散落在農地工廠的數量 已經從經濟部統計的6.9萬加 加倍翻漲到13萬加 我想請問各位委員 我們努力了20年 好不容易在2015年 我們通過了國土計畫法 夠大家挑燈業戰 努力的為台灣這個環境奮鬥 可是我們現在自己在打自己的臉 讓台灣的農業用地 繼續的破碎化 讓台灣糧食自己的自給率 繼續的降低 這個國土計畫法的我們是形同虛設 我們認為農地的違建工廠 持續的增加 負起最大的責任是誰 當然是政府 因為農業的政策 跟農業的政策 農業的政策跟產業政策的平衡 乃至於國土規劃法的整個的一個搭配 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些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也是行政院應該提出的方案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只是問題把這些違建的工廠 建立了一個所謂的弱日條款 然後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嗎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要給這些工廠 沒有辦法生存 而是希望經濟部能夠負起責任 建立積極有效的機制 去輔導這些工廠的轉型跟簽廠 以達到產業的環境的雙贏 所以如果守護餐桌的媽媽是媽媽的責任 那維護食安保護農地 不被侵占違法 這個是宏觀的國土規劃 這個更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修法 特別是在訂了一個弱日 大家說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可是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 國土規劃 農地的保護 工廠的維序 這個四個環節 如何去建構出一個完整的一個配套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一個好的法案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許委員育人